我宣布北京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 欢迎关注华尔街焦点 这是华尔街电视频道的新分支 在华尔街焦点中我们关注各种热门话题 包括社会新闻娱乐爆料爆红人物等等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关注我们的视频和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普京大老远来看冬奥会却在观众席上睡着了 习近平出现成为电商推销红人 彭丽媛站位或暗示地位剧烈变化 李克强在众目睽睽之下做出惊人举动 西方记者在奥运场馆外直播被驱赶 为汉运动员共同点燃北京冬奥生活 有什么重要意义 这一期华尔街焦点来关注北京时间 2月4日 北京2022冬奥会开幕式会场内外发生的故事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于当地时间 2月4日晚上8点在中国国家体育场鸟巢开始 根据中国官媒新华社的报道 本次冬奥会开幕式的创意原则是简约安全精彩 表达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主题 据了解开幕式的参演人员全部为普通民众 没有明星歌唱家和舞蹈家 也没有职业演员 鸟巢体育场中央由11600平方米的LED高清显示屏构成 从头至尾演绎一块冰 呈现冰晶莹剔透的质感 中国知名导演张一谋 担任冬奥开闭幕式的总导演 曾指导过北京2008奥运会开闭幕式的他 也成为了世界第一位双奥总导演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出席了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戴着黑色口罩 彭丽媛则戴着红色口罩 彭丽媛在出场次序中也排在李克强之前 排序仅次于习近平 习近平之外的其他政治局常委佩戴的口罩颜色则各有区别 中国官媒央视的转播还特地给习近平之外的政治局六常委 设立了一个专门摄像机位 在升国旗时李克强做出出人意料的动作 画面显示习近平彭丽媛以及李克强外的其他政治局常委纷纷转身 只有李克强一直面朝前方不转身显得尤为醒悟 此外习近平再次身穿石租鸟牌的深色长款大衣现身 石租鸟于1989年创立于加拿大 在2019年中国运动品牌安踏完成了收购石租鸟母公司 芬兰的Amersport 习近平身着石租鸟出现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也显得合情合理 其实习近平早就成为了石租鸟品牌的全球最强代言人 在2021年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从头到脚穿着整套石租鸟 视察访问了北京郊区的冬奥会设施 一天之后在香港上市的安踏集团股价上涨了约10% 此外北京冬奥会圣火点燃最后一棒的两名火炬手中 有一名是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运动员 在最后的火炬传递环节共有7名火炬手参与 最后一棒为男女两名火炬手 其中女火炬手为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运动员 迪尼格尔·伊拉木江 他将参加越野滑雪比赛 而男火炬手是赵家文 他是所谓获得北欧两项参赛资格的中国运动员 在华尔街焦点中我们关注各种热门话题 包括社会新闻娱乐爆料爆红人物等等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关注我们的视频和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继续回到这次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本身 这次来到北京参加冬奥开幕式最大的大腕的外宾 应该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 但这次在转播画面中 普京竟然在观众席上睡着了 在播放乌克兰代表团进场时 画面从乌克兰代表团切到观众席上的普京 但他好像睡着了才突然惊醒 在2019年12月 俄罗斯奥委会被世界反兴奋纪机构处罚 相关运动员今后4年不得以国家名义 参加包括奥运会在内的国际体育大赛 也不能使用俄罗斯国民国旗与国歌 为此国际奥委会与世界反兴奋纪机构 就俄罗斯运动员参加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奥运会时 使用的名称其之达成了一致意见 国际奥委会规定 在奥运赛场奥运村等公共场所使用的 俄罗斯运动员名称只能是ROC 而不是俄罗斯奥委会全称 ROC是指俄罗斯运动员的身份名称 也是俄罗斯奥委会的英文缩写 俄罗斯将以浪漫乐派作家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 协奏曲片段取代国歌 作为俄罗斯运动员的颁奖音乐 而普京是在2月4日当天落地北京的 他也是全球第一位明确表态 将出席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国家元首 本次北京之行是他今年首次出国访问 也是截至目前唯一的出访安排 出访前夕 普京接受央视总台台长盛海雄书面访问时表示 我很早就认识习近平主席 作为在解决世界问题上 有着许多共同看法的好朋友和政治家 我们一直保持密切沟通 因此我立即接受了他提出的访华邀请 我要与中国朋友一起分享举办 今年这一全球重要体育盛会冬奥会的喜悦 普京坚信北京冬奥会将会是一届精彩的高水平盛会 普京酷爱冰球滑雪冬季两项和花药滑冰等冰雪运动项目 水平不输专业运动员 俄罗斯此次派出由461人组成的奥运代表团 其中步伐世界名将 2022年也是中国体育交流年的开幕之年 力挺习近平的北京冬奥会的 还有朝鲜金正恩称 北京冬奥会是一场伟大胜利 2月4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致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祝贺北京冬奥会取得伟大胜利 并表示他希望改善两国关系 朝鲜因为抵制去年东京夏季奥运会 而遭到国际奥委会的制裁 无权参加北京冬奥会 金正恩也无权前来与北京与会 没有消息说 北京冬奥会东道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向金正恩发出特别邀请 抑或金正恩以疫情为重不出国门 此前不久金正恩曾到访中国 据路透社报道说 朝鲜金正恩称 北京冬奥会是中国的右翼伟大胜利 根据朝鲜中央通讯社今天称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致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祝贺北京冬奥会取得伟大胜利 并表示他希望改善两国关系 根据朝中社的消息说 金正恩在信中说 在全球健康危机和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之下 北京冬奥会的成功开幕是 社会主义中国赢得的又一次伟大胜利 金正恩还说 他将稳步发展两党和两国的关系 使之朝鲜与中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继续回到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会场 台湾运动员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 以中华台北的名称入场 而中国官媒央视的解说 则使用的是中国台北的称号 台湾代表团排在第11位入场 位列日本代表团之后 中国香港代表团之前 两名掌旗手是靖苏华冰女将黄玉婷 与男子滑雪选手何秉锐 转播画面显示在给两名掌旗手之后 下一个镜头迅速切到习近平 但习近平的脸色并不好看 台湾官方在1月28日 曾宣布基于航班与防疫考量 将不派遣代表团出席 北京冬奥会的开幕与闭幕式 有消息称 该决定可能涉及台湾代表团官方名称之争 不过仅相隔三天 台湾中华奥林匹克委员会 在1月31日有宣布参加开闭幕式 并称是因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要求调整规划 在2008年的北京夏季奥运会上 台湾就是以中华台北名称入场 在日本之后中非之前 中非后面是中国香港 不过本届冬奥会中非代表团没有出席 因此台湾之后就是香港 而关于称谓引发的问题 在奥运场馆外也在发生 在2月3日 美国纽约时报的驻华记者秦颖在推特发文 称在两年之后他又回到北京 报道冬奥会 他称自己被困在泡沫中 不允许见朋友或在他们喜欢的餐馆吃饭 他还发了一张菜单照片 认为菜单上面显示的食物价格偏高 此外这份菜单还有大量的英文评写错误 比如啤酒变成了熊 炒饭变成了火饭 而除了菜单评写错误 令人感到尴尬的事情还在别处发生 荷兰公共广播公司NOS的记者 在北京报道奥运的直播中 遭到被认为是安保人员的阻止打断 而这些画面也被直播出去 在直播画面中 荷兰NOS记者向突然介入画面的人说 您稍等一会儿 我在新闻联播 他还说我们正在被拉走 我们刚才已经从另一个地区撤离了 恐怕我们必须稍后再报道 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 因疫情而于过去不同 但仍有来自90多个国家的约 2900名运动员将在北京参赛争夺奖牌 其中代表德国参赛 今年49岁的速度滑冰选手 佩西施泰英 是北京冬奥会上年龄最大的运动员 这是他第八次参加冬奥会 本届北京冬奥会总共颁发 109个项目的奖牌 比2018年的冬奥会多出 7个项目包含了跳台滑雪 短道速滑和单板滑雪的新混合比赛 此外 女子单人雪橇也是赛事中的一个新项目 北京冬奥比赛将分布在三个地方进行 分别是北京严庆和张家口 部分在2018年夏季奥运层使用的设施 将会再次被使用 唯一的新设施将会举办速度滑冰比赛 根据中国媒体报道 名为首钢滑雪大跳台 被誉为本次赛事最独特的场馆 它原本坐落在北京 荒凉的西郊 过去是个工业区 如今首钢滑雪大跳台 是世界上第一个永久性的大跳台赛场 将在北京冬奥会期间承办自由式滑雪大跳台 和单板滑雪大跳台的赛事 另外参加滑雪和雪橇项目的运动员 必须从奥运村向东北方向通勤约75公里到延庆 北京和延庆以及张家口之间 有一条新的高速火车线路相连 另外这三个地方都不会有足够的自然雪 因此这可能将是冬奥会首次采用100%的人工制雪 在视频最后再次希望各位运动员能取得好成绩 观众能看到好赛事 以上就是今天华尔街焦点的所有内容 这是华尔街电视频道的新分支 在华尔街焦点中我们关注各种热门话题 包括社会新闻娱乐爆料爆红人物等等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关注我们的视频和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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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